跟宋阳结婚那天 婆婆一脸不爽 我跪在地上 大大方方把滚烫的茶水递到她面前 妈 喝茶 却被她直接打翻 把我的手都烫到了 她也不管有多少亲戚朋友看着 拉着个驴脸就冲我大吼 别叫我妈 我可不是你妈 我也不是好惹的 反手就给了宋阳一耳瓜子 质问她 大喜的日子 你不让你亲妈来是什么意思 我和宋阳的婚礼 进行到新儿媳妇给公共婆婆敬茶的环节了 而事实上半个小时之前 我还哭着闹着要去医院打掉孩子 原因是我看中了婆婆的大金镯子 想让她送给我做礼物 她却不肯 我很生气 你们家根本一点都不重视我 我看这个婚也没必要结了 我现在就去医院把孩子打掉 我可不是闹着玩的 说要去医院就真要去 就连亲爸亲妈都拦不住我 婆婆愤怒中带着憋屈 指着我的鼻子数落到 到底是我们不重视 还是你得寸进尺 原本谈好的彩礼 你临时加价二十万 现在又想要我的东西 你这个明抢有什么区别 她说对了 我就是明抢 我要把我曾经失去的都拿回来 其实我是宋阳的前妻方晓云 我们结婚五年 还生了一个女儿 但婆婆看不起我农村出身 普通本科学历 又没能生出儿子 一直对我百般挑剔 诸多不满 千方百计地逼着我跟宋阳离婚 一个月前她终于成功了 我跟宋阳办理了离婚手续 婆婆却连东西都不让我收拾 就在大雨倾盆的夜里 把我和女儿扫地出门 回娘家的路上出了一场车祸 没想到再次睁开眼睛 我竟然变成了周冰冰 她曾经是我的闺蜜 更是我婆婆心心念念 百分百满意的最佳儿媳妇人选 而且她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说明在我们离婚之前 我那个妈宝男老公 就跟周冰冰搞到了一起 婆婆喜欢周冰冰 喜欢她的本地户口 喜欢她的父母都是有编制的 喜欢她海归硕士的高学历身份 我还没跟宋阳离婚呢 她就一个劲地撮合 给他们创造机会 她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说 像冰冰这样聪明大方 家境优渥的姑娘 才配得上我家宋阳吗 有些人就一点都不觉得羞愧吗 这么些年了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当我老宋家传宗接代 要是冰冰能做我儿媳妇就好了 我一定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我还问过宋阳 为什么要单独跟周冰冰出去吃饭 看电影 旅游 难道她也喜欢周冰冰吗 她把头摇的跟波浪鼓似的 极力否认 这都是骂安排的 我对她没那个意思 你不要胡思乱想 好不好 当时她说的可义正言辞了 一张脸憋得通红 很生气 好像我侮辱了她的清白一样 我都觉得是我自己太小心眼了 可现在想来 是她心虚了才对 毕竟这肚子里的孩子可做不得假 喝 真可笑 难道是她妈拿刀架在她脖子上 逼着她把周冰冰的肚子搞大的吗 我在家辛辛苦苦 把里里外外打理的井井有条 让她过着舒心日子 她却在外面跟别的女人逍遥快活 我和女儿被扫地出门 出了车祸 躺在地上生死不知的时候 她却带着别的女人 在医院做产检 就是我重生回来的那天 我看到了电视上的新闻 我的原生出了车祸 我想我应该是死掉了 可能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 让我死后灵魂进入了周冰冰的身体 好在我女儿没事 我也就放心了 我不知道真正的周冰冰去了哪里 可能像我的身体一样死掉了吧 无所谓 反正我也恨透了她 她是我最好的闺蜜 却在婆婆明确表示 希望她能和宋阳在一起时 不仅不拒绝 还继续接近宋阳 就连她的父母也暗示我早点跟宋阳离婚 好给他们的女儿藤卫子 果然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呢 都一样的恬不知耻 所以我前脚刚死 他们后脚就商量着结婚 彩礼嫁妆什么的都谈好了 还要在大酒店举办婚宴 真是隆重啊 想当初我跟宋阳结婚的时候 婆婆说我这样的儿媳妇 让她丢脸 坚决不让办婚礼 领了个证就算完事 然后第二天 她就把爸妈让我带回来的 彩礼和嫁妆一共20万抢走了 这里面婆婆出的彩礼 其实只有3万块钱 实在少的让人拿不出手 于是为了嫁给宋阳 我就把自己工作攒的5万块钱 也加了进去 剩下的12万都是爸妈给的嫁妆 那惠儿我确实眼下心芒 觉得宋阳老是憨厚 心想听妈妈话的孩子能坏到哪去 结了婚才后悔莫及 所以当我变成周冰冰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临时加了20万彩礼 不给我就堕胎 这一胎可是婆婆十分看重的男娃 她梦寐以求的大孙子 最后当然是她妥协了 包括半小时前 我为了抢婆婆手上的大金镯子 把她的手都抓伤了 最后她还不是乖乖给我了 这可是当年我生女儿的时候 用我准备拿来请月嫂的钱买的 我怀孕期间省吃俭用 就是为了生完孩子后能请月嫂照顾 我想轻松一点 把身体养好一点 结果婆婆偷拿我的钱去买金镯子 被发现后还理直气壮的说 哪个女人不生孩子 就你那么娇贵还要请月嫂 你真当自己是少奶奶呢 没那个富贵命 还一身富贵病 宋阳没有帮我说过一句话 月子期间我什么都要自己做 就连晚上给孩子喂奶 想叫宋阳起来帮忙 她都会说 我一个大男人哪会做这些 这不都是你们女人该做的事吗 别打扰我睡觉 过往种种 满是我的心酸泪 所以我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此刻婆婆是非常不爽的 她脸色黑得像锅底一样 眉头皱得起码能夹死十几只苍蝇 我穿着红色袖盒 掀起裙摆往地上一跪 大大方方地把滚烫的茶水递到她面前 还晃了晃手腕上的大金灼 妈 喝茶 下一秒 茶水就被婆婆伸手打翻 把我的手都烫到了 她也不管有多少亲戚朋友看着 拉着个驴脸就冲我大吼 别叫我妈 我可不是你妈 她突然这么甩脸子 把大家都给吓住了 房间内一时鸦雀无声 以为这样就能拿捏住我吗 我可不是当年的耸包方小云了 于是我反手就给了宋阳一耳瓜子 瞪着眼睛质问她 大喜的日子 你不让你亲妈来是什么意思 这个来路不明的老女人是谁啊 我这一通骚操作更是惊呆了在场所有的人 直接让婆婆下不来台 我呸 她还想像以前一样跟我耍威风呢 你 你你 婆婆指着我的鼻子 气的话都说不出来 最后还是公公和宋阳出来打圆场 直接跳过了敬茶这个环节 整个婚礼过程中 我也是仗着怀孕各种不配合 把亲戚都得罪了个遍 公公婆婆不得不出面道歉 点头哈腰的给人家陪笑脸 看着他们被我折腾得不轻 回到家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我心中暗爽 我躺在沙发上美美的吃葡萄 随口吩咐道 老公 去给我打洗脚水 送阳刚准备坐下休息 屁股都还没挨到凳子呢 就又起身去了厨房 我乐呵呵的看着电视节目 余光披荐公公婆婆 两人脸黑的像锅底 不一会儿 宋阳端了盆热水过来 我顺势就把脚伸到他脸上 示意他给我脱袜子 他脸上表情有些不爽 看得出来耐心已经快用完了 他刚把我的脚放进水盆里 下一秒我就故意踢翻了水盆 这么烫 你要烫死我啊 盆里的水全部洒在宋阳身上 把他的头发和衣服都浇湿了 他被我这一举动吓了一跳 见他愣住 我一脚踹过去 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换 婆婆坐不住了 一拍桌子 冲我嚷嚷起来 你自己没手没脚吗 居然叫我儿子给你打洗脚水 我这个当妈的 都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我毫不在意的开口 你又不是寡妇 也让你老公给你洗脚杯 哪有大男人伺候媳妇的 婆婆声音尖锐 我花了那么多彩礼娶你回来 是让你来照顾我儿子 照顾我们老两口的 不是请个祖宗回来 我听得嘖嘖摇头 同情道 真可怜啊 一家子都是残废 是以前的我 让他们过得太舒坦了 一个个都养成了习惯 你咒谁呢 婆婆怒不可遏 张牙舞爪的想冲过来打我 被公公拉住了 宋阳也挡在我面前 我冷笑一声 指着肚子 打啊 有本事朝着而打 打死你孙子 说完我就静止回了房间 还不忘让宋阳 把洗脚水端到房间来 婆婆还在外面骂 小蹄子 别以为怀个孕就了不起 我儿子这么优秀 想给他生孩子的女人多的是 妈你别说了 宋阳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我跟冰冰才刚结婚 就闹成这样 以后日子还怎么过 是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 是他 我看他就是个脚佳精 可这不是你自己选的吗 不是你跟我说他有多好多好 我才跟小云离了婚 跟他在一起的吗 我婆婆顿时哑口无言 我心里那个酸爽啊 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自食恶果 不过我算是看出来了 宋阳是真喜欢周冰冰啊 以前他可从来没站在我这边 为我说过一句话 原来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 可是他不爱我 也不肯放过我 让我在泥沼一样的婚姻里 苦苦挣扎了五年 最后还被无情抛弃 甚至连小命都保不住 我为自己感到不值 以前我当局者迷 现在跳出来了 才彻底看清 这一家子的真面目 他们全都在Po我 从学历 家庭条件 身材长相各方面 让我打心底里认为 我配不上宋阳 配不上他们家 为了体现我的价值 我只能给他们家当牛做马 任劳任远 时间长了 我也麻木了 甚至完成了自我洗脑 我自己都觉得我不配 他们当然更加无视我的付出 我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 喝 真可笑 尤其是宋阳 我的丈夫 我和他同床共枕五年 为他生儿育女 他却甘愿做别的女人的舔狗 被骂了 还被溅了一身水 都没生气 依旧端了热水进来 给我洗脚 他一边给我按摩 一边甜言蜜语的哄我 老婆别生气 你还怀着孕呢 医生说生气对孩子不好 咱妈就那个脾气 我刚才已经说过他了 我愣愣的看着眼前的男人 这还是我认识的宋阳吗 他从来没有对我这么温柔过 我还以为是他的性格比较木讷 而且每次我跟他妈有矛盾 他都是帮着他妈来指责我的 从来没有说过他妈半个不字 渐渐的我就以为他是个妈宝男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看错了 他不是妈宝 他也知道怎么才是对人好 知道他妈不对 他只是不爱我而已 我心里一阵酸楚 突发奇想地问了一句 你给你前妻洗过脚吗 答案当然是没有 我就是想听听他会怎么说 他不屑地倾笑道 我怎么可能给他洗 他配吗 我都没有喜欢过他 当初是他上赶着要嫁给我的 他还自己倒贴彩礼钱 我也是看他贤惠老师 适合过日子 采取了他 这些年倒也多亏了他勤俭持家 我才能攒下这么多钱 然后遇见这么好的你 和你在一起 我一直都认为 我们俩的相遇 是冥冥之中 注定好的 宋阳言辞恳恳切 眼里的真诚逐渐染上欲望之色 手顺着小腿就爬上来了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 但我现在真的好想哟 太恶心了 真的太恶心了 我一脚将宋阳踹翻 指着门口的方向大声道 滚 滚出去 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 滚出去 宋阳被我突然的举动弄猛了 一个劲地问我 老婆你怎么了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你别生气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啊 我才不想跟他说话 多看他一眼 我都嫌恶心 我直接把宋阳赶出了卧室 把卧室房门狠狠一关 把他隔绝在外 太讽刺了 亏我还心存幻想 以为是爱情呢 原来都是我的一厢情愿 宋阳 你果然只有在让我失望这件事情上 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知道了答案 我也彻底死心了 第二天我睡到自然醒 其实也就八点多 以前我都是六点多就起床忙活的 一觉睡到饱的感觉真好 浑身都充满了活力 客厅里 宋阳一家三口已经在吃早饭了 宋阳陪着笑脸把我拉过去 殷勤地给我盛好一碗粥 端到我面前 公共边吃饭边看手机 嘴角时不时地露出笑容 又立马收脸 紧张兮兮地看看婆婆 发现并没有被婆婆注意到她的小动作 明显松了一口气 婆婆的注意力全都在我身上 我刚准备吃饭 她就开口了 冰冰啊 今天是你嫁到我们家的第一天 这个当妈的就先给你打个压 以后咱们家的早餐 都得照这个标准来 像你今天这样一觉睡到八九点可不行了 你得早点起来给我们做饭 我和你爸胃不好 吃不了辛辣油腻的 小米粥 山药粥 还有送羊爱吃的皮蛋瘦肉粥 每天都要换着做 另外做不了 我直接打断到 婆婆面上的神情顿时僵了僵 很快又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没关系 你要是不会做 我可以教你 我把手里端着的碗重重一放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谁想吃谁做 我又不是来给你们家当保姆的 婆婆顿时气得脸色涨红 刷得一下站起来 你有没有教养 我是你妈 你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 你去问问 哪有儿媳妇不伺候公婆的 以前方小云在的时候 家里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 你怎么就不行了 都结了婚的人了 还拿自己当大小姐啊 比谁脾气大是吧 我直接起身把桌子掀了 吃个饭都不消停 那就都别吃了 锅碗瓢盆顿时碎了一地 吓得婆婆哇哇大叫 公公也直往后躲 婆婆坚声道 你疯了 我插着腰 方小云那么好 不也被你们赶走了吗 告诉你们 我可不是任由你们欺负的方小云 这个家你们愿意带就带 不愿意带就给我滚 呼 真TMD爽啊 原来只要硬气一点 反抗他们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嘛 以前的我真的太耸包了 正好大门是开着的 路过的邻居都好奇地围了过来 在婆婆打算借题发挥之前 我下手为强眼睛一红 抽抽叶叶起来 有你们这样的吗 让我一个孕妇早起给你们做饭 还要做家务 结婚前说得好听 把我当亲女儿 结果我才刚嫁过来 就把我当保姆 我越说越伤心 既然这个家容不下我 我走就是了 说完我拿起包包就冲出了门 半点都不带犹豫的 出门前婆婆已经气得快撅过去了 整个人倒在宋阳身上 宋阳却毫不犹豫地放下了她 跑出来追我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她可真是她妈妈的好大儿啊 宋阳跟我说了一大痛好话 我才勉强缓和态度 好吧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就不计较了 不过你妈以后要是还这样 我就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了 不会了不会了 我保证 宋阳将我拉进怀里 紧紧地抱着 老婆 你可千万不要离开我 宋阳对周冰冰可真是死心塌地 明明他们从认识到现在 也不到一年时间 就抵过了我和她五年的婚姻 可能这就是爱情吧 就像当年的我对宋阳一样 拿捏住了宋阳 尖酸刻薄的婆婆就好对付多了 她现在不仅不敢指使我 做任何家务 还要低眉顺眼地照顾我 因为宋阳说了 我在哪 她就在哪 如果我被气得离开了这个家 那么婆婆也将永远失去 她的宝贝儿子 现在家里的家务都是婆婆全包 我还要经常挑挑刺 妈你这做的什么菜啊 看起来一点胃口都没有 还有这个肉也太油腻了吧 你明知道我怀孕吃不了这些 妈 我这衣服是真丝的 只能用手洗 你看你都给我洗成什么样了 两千多块呢 就这么毁了 你是一点都不心疼 你儿子赚钱辛苦啊 这地板上都是水 妈你也不知道收拾一下 你一天到晚在家闲着 这么一点小事都做不好吗 我不知道 婆婆对这些话 会不会觉得耳熟 这都是她以前说我的 可光是这样还不远远够 我故意让宋阳以为 我把那二十万彩礼钱全都放在抽屉里 又纵容着婆婆一次又一次的偷拿 我太了解她了 她是有前科的 只要我敢把钱放在家里 她就一定会想方设法 偷偷拿走 然后我在假装无意地逮个正着 就是现在 我和宋阳从外面回来 开门就看到婆婆 慌慌张张从我们的卧室跑出来 一脸做贼心虚的样子 妈 你在我们房间做什么 宋阳叫住了准备溜回自己房间的婆婆 婆婆身体僵直地站在那里 表情极不自然 吞吞吐吐道 那个我 我就是帮你们整理一下房间 而我却一眼就看见了 婆婆鼓鼓囊囊的裤兜子 伸手就捏了上去 这是什么 我故作惊讶 你是不是偷拿我放在抽屉里的钱了 我不由分说的 将她裤兜里的钱一打崭新的钞票掏出来 人赃巨货 妈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表现得很生气 急忙跑到房间打开抽屉查看 果然钱都没有了 我一整个暴跳如雷 我的钱呢 二十万彩礼钱你全都偷走了 真是日房夜房 家贼难防 我现在就报警 我要让警察把你抓起来 我当然是冤枉她的 抽屉里根本没有二十万 只有五万块钱 是我故意放的诱饵 其余的钱我早就已经托人 交到我亲爸妈手里了 婆婆见我要报警也急了 你血口喷人 什么二十万 哪里来的二十万 明明一共就五万块钱 我心中冷笑 这个蠢货 轻易就掉进了我的陷阱里 我用沈氏的眼神看着她问 所以你这是承认你偷钱了 婆婆耿着脖子脚便道 你别说的那么难听 好吧 我是怕你们那么放着不安全 就想帮你们暂时保管而已 很好 我点头 然后装目作样的在手机屏幕上点了几下 你待会就这样跟警察说 看他们相不相信你吧 我放在抽屉里整整二十万现金 你儿子可以作证 我当然没有报警 只是拍下了婆婆的丑态而已 婆婆急着冲上来阻止我 并继续为她的偷盗行为诡辩 你既然嫁到我们家 那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都是一家人分什么你的我的 还报警 你有病吧 哪有叫警察抓自己家里人的 看吧 我婆婆就是这么个人 虎脚蛮缠 母猪带胸罩 歪里是一套又一套 颂阳也拦着不让我报警 老婆你冷静一点 家丑不可外扬 传出去多难听啊 再说那钱本就是爸妈给的 所以说你们家给的彩礼钱 随时都会要回去是吧 我直接打断了颂阳的话 你出去打听打听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还是说你们看我怀孕了 就以为可以随意拿捏我 颂阳连连摇头 否认道 不是的老婆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他边说边伸手来拉我 企图安抚 却被我一把甩开 指着他和他妈的鼻子 我告诉你们今天这是没完 要么你把钱原封不动的给我放回去 要么我现在就去联系院打胎 既然你们没有诚意 那这孙子也别想要了 我使出了杀手锏 只要我拿肚子里的孩子威胁 他们立马掩齐息鼓 婆婆赶紧把偷拿的钱都还了回来 还说剩下的以后慢慢补上 宋阳也一个倔的安慰我 但我还是赌气回了娘家 准确的说 是周冰冰的爸妈家 至于我自己的娘家 恐怕再也回不去了 我都不敢去想 爸妈失去了我这个唯一的女儿 会是什么样子 还有我的女儿 她还那么小 我越想越恨 都是这些人造的孽 好几次我都想直接去医院 打掉宋阳和周冰冰的孩子 让宋家三口愿望落空 狠狠的报复他们 但又不忍心对未出世的孩子下手 毕竟我也是当妈的人 我现在占据着周冰冰的身体 肚子一天天的大起来 那熟悉的胎动 和我怀女儿的时候一模一样 可能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吧 我回到家时 家里正好有客人 茶几上放着一大堆高档礼品 我别扭地喊了一声 爸妈 我对这集没有是非观 又没有羞耻心的两口子 实在是尊重不起来 但迫于我现在的身份 又不得不这么叫 见我突然回家 两口子很意外 冰冰你怎么回来了 是不是在婆家受什么委屈了 快跟妈说说 我被拉到沙发上坐下 只感觉这气氛怪尴尬的 尤其是那两位来访的客人 见状面面相去 很快就起身告辞了 周冰赶紧把那些高档礼品拎起来 一翻拉车之后 才连人带物给送走了 我看出来了 这是上门求办事的 只不过体制内都是有规定的 周父周母哪里敢私下收礼啊 他们不敢收 可我敢啊 我心里立马就有了主意 果然这趟娘家不是白回的 我去周父周母单位上玩了几次 稍微透露了一点点风声 那些想求人办事的 立马就来献殷勤了 没过多久 我就收了不少好东西 吃的 穿的 用的 应有尽有 我手里的名牌包包一天换一个 还要跑到他们单位去招摇 另外 宋阳还得天天来哄着我 而我闲暇之余 也爱跟邻居们聊聊八卦 宣传宣传我婆婆做过的好事 再加上我还有视频为证 邻居们纷纷对我婆婆露出鄙夷的眼神 我心里别提多畅快了 而我公公那边也终于忍不住了 我从外面溜达完回家 就听见公公在质问婆婆 你少哄我了 你怎么可能没钱 彩礼钱不都被你偷回来了吗 赶紧给老子拿出来 公公揪着婆婆的衣领子 凶神恶煞的样子 仿佛要吃人似的 婆婆一边挣扎 一边辩解 我说了我没有偷钱 是那个贱蹄子故意冤枉我的 就连你也不信我 是不是 你要是不信 那你就打死我好了 婆婆跟着脖子 把脸送上去 就赌公公不敢真的动手打她 可她低估了一个疏红了眼的赌徒 公公二话不说 抬手就给了婆婆一巴掌 打低婆婆原地转了三圈才停住 管你偷没偷 叫你拿钱你就拿 啰嗦什么 老子现在有急用 平日里寡言少语的公公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直接把婆婆吓猛了 婆婆半天没有动静 公公就掐住了婆婆的脖子 咆哮道 老子叫你拿钱 婆婆也反应过来 老脸憋得通红 她艰难地说道 我真的没钱 家里有多少钱 难道你不知道吗 都用来给你儿子 娶媳妇了 婆婆以为这样说公公就会放过她 却不曾想 更加激怒了公公 公公把她按在地上 一顿拳打脚踢 边打还边骂道 都怪你这个败家玩意儿 天天没事 敬作妖 小云在咱们家好好的 你非要窜夺送羊离婚 现在好了把家底都掏空了 我打死你个老妖婆 一天天竟没事找事儿 这个家早晚被你毁了 整个过程我都在门外冷眼看着 或许婆婆还不知道公公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但我心里很清楚 早在我发现公公对着手机傻笑 用小心翼的害怕被婆婆发现时 就偷偷找了私家侦探去调查她 别说 女人的第六感还真是准 调查结果和我想的一样 公公有了外遇 是个三十来岁的美少妇 公公不仅出轨美少妇 还跟着少妇一起赌博 刚开始的时候是赢了不少 但最近却一直输 一直输 这样的结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所以我自导自演了那出戏 让公公以为婆婆拿了我的钱 果然一切都在照着我预想的发展 婆婆被公公打得嗷嗷叫 公公打完后又在家里翻找了一通 倒也找出了几百块用来买菜的零花钱 拿着钱急冲冲的走了 我也躲出去了 假装在楼下等颂扬下班 然后才跟她一起回家 回家后看到倒地不起的婆婆 我震惊不已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这是被谁打的 宋阳 快报警 婆婆却拦住了宋阳 一个劲地摇头说自己没事 不让报警 也不去医院 问她怎么了 也不肯说 看着婆婆又愤怒又憋屈 又疼得一直哎呦哎呦的样子 我就想笑 别着急 更刺激的还在后头呢 婆婆受伤需要卧床休养 暂时干不了家务活 而我肚子大了也干不了 这几天可给送羊泪的够呛 每天下班回来还得洗衣做饭 给她妈端屎端尿 她憋了一肚子气 不敢冲我撒气 就冲她妈撒 我都快累死了 你赶紧给我爸道个歉 服个软 也好让她在家照顾你 这样下去我真的吃不消 宋阳猜到她妈是被她爸打的 却并不知道他们之间在闹什么 婆婆卧床期间 公共完全不理 每天吃完饭就往外面跑 有时候甚至连饭都不回来吃 婆婆也很不爽 说道 那你怎么不让你媳妇来照顾我 这本来就是她当儿媳妇的 应该做的 结了婚 还天天往娘家跑 像什么样子 宋阳对我也有些埋怨 她没好气的说 人家是娇生惯养出来的千金小姐 怎么可能来照顾你 你以为她是方小云啊 砰 我用力推开房门 插着腰往门口一站 这么惦记着方小云 那你们就去找她呀 去把她找回来 我给她疼位置 我气冲冲的吼了一通 然后转头又回娘家去了 我跑去单位上找周父周母 找到他们就一通哭诉 我要跟宋阳离婚 她到现在还惦记着那个方小云 周父周母好言好语的安慰着我 但我看得出来 他们最近很焦虑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 背后指指点点的人很多 劝了我半天 见我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 就想问问我私下收礼的事 我哪里会给他们打开话头的机会 立马嚎了一嗓子 都怪你们 宋阳就是个抛弃弃子的渣男 他能那样对他的前妻 早晚也会那样对我的 你们当时不拦着我不说 还怂恿我去接近他勾引他 害我未婚先孕 你们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有你们这样当父母的吗 我直接发疯 把周父周母吓成了安纯 周父若若开口道 你从小到大 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支持的 当初你说宋阳是你的真爱 我们 对啊 我们支持你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难道也错了吗 周母把话柴接了过来 我看到他们两口子 眼镜里都是同样的疑惑 爱自己的孩子有错吗 当然没错 可父母的爱不是无下线的纵容 更应该有正确的是非观 我声音更大了 可你们就不看看他是什么情况吗 他有家庭有孩子的 他和他妈天天在我面前念叨他前妻 让我这日子还怎么过 既然你们不要脸 那我也不介意把你们做的那些不要脸的事都捅出来 周父周母恨不得把我的嘴堵上 可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办公室外面围了好多吃瓜群众 一个个两眼放光 我当然要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了 正准备继续大显伸手 就突然进来了两个自称是检查组的人 他们把周父周母给带走了 宋家这边 婆婆终于察觉公共出轨和赌博的事了 她气势汹汹地跑去抓奸 却被公共不小心推下楼梯 婆婆当场就不省人事了 可公共和她的情妇不仅放任不管 还拿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私奔了 婆婆是被好心人送进医院的 经过抢救倒是捡回一条命 但因为摔伤了神经 残废了 下半辈子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而周父周母因为收受贿赂入狱 被判了有期徒刑三年 终于为他们对子女无下限的宠意 付出了代价 宋阳被她家里的糟心事搞得焦头愣额 我生孩子她都没顾得上 直到我疼得昏过去又再次醒来 就看到我亲爸妈一脸震惊 我又回来了 我没死 原来爸妈一直没有放弃我 尽管医生宣布我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和爸妈还有我的女儿抱在一起 一家四口痛痛快快的哭了一场 这几个月的经历 仿佛做了一个漫长的梦 是那么的不真实 但所有的一切又是那么真实的发生了 几个月后 我听说宋家的房子 被银行强制执行了 原来宋阳他爸为了借钱去赌博 把房产证抵押给银行了 宋阳他爸一直没有露过面 不知道是死是活 宋阳和周冰冰 既要照顾刚出生的孩子 又要伺候半身不随的老妈 那日子 可想而知 然而这些都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我重新回归职场 和我的家人过着平静的小日子 却没想到一年多以后 竟然再次见到了宋阳 是在超市结账的时候 好好的排着队呢 前面突然有人大声嚷嚷起来 就这么个破玩意儿要十几块 你真当我的钱是大风挂来的 我妈他们以前不用卫生巾 不也过来了吗 怎么就你那么矫情 一包卫生巾被扔在了地上 而我也一眼就看到了眼下乌青 尽显疲惫 仿佛老了十岁的宋阳 以及他的妻子周冰冰 说真的 我差点没认出来周冰冰 他变化好大 整个人胖了一大圈 头发油腻 脸色辣黄 完全失去了从前的光彩 再仔细看 还能看到他身上有伤 宋阳捏紧了拳头 继续数落 你知不知道 我在外面赚钱有多辛苦 知不知道为了养活你们 我有多累 人家方小云也在家带孩子 怎么他就不怎么花钱 每年还能给我攒下不少 真不知道娶你有什么用 你就是我们家的客星 自从跟你结婚以后 什么倒霉事都找上门来了 我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 宋阳还在滔滔不绝的时候 我已经去了另一个收银台结账 女儿扯了扯我的衣角 指着宋阳的方向小声道 妈妈 那是爸爸 正是这句话吸引了宋阳的注意 他诧异的目光盯着我看了许久 可我并没有多看他一眼 而是牵着女儿的手 快步往外走 等我快走出超市时 他追了上来 带着哭腔 撕心裂肺地喊着 小云 小云我错了 我后悔了 你回来好不好 小云等等我 等他追出来时 我已经上了车 后悔 晚了